我们在前几讲视频里已经学过 如果我有一个线性微分方程 它是长细数其次的 也就是说形如A倍的二阶导数 加B倍的一阶导数加C倍的 可以说是圆函数或者零阶导数等于0 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微分方程 它的特征方程形如AR平方加上BR加C等于0 并且假如特征方程的根为10根 我们假设有两个10根吧 我把它写下来 10根的情况应该是这两个根 我们计为R1和R2 它们均为时数 那么微分方程的通解为 去看看前几集的视频里 如果你搞忘了 或者是你感觉这个结果有点费解的话 方程的通解为 Y等于常数倍的 E的第一个根次密加上另一个常数倍的 第二个根次密 我们在前几期视频里导出了这个结果 还举了几个例子示范 现在我的问题是 如果特征方程没有10根情况又如何 解为复根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先简要回顾一下 前面说的这些是怎么回事 首先如果要求方程的根 并且假如我是个懒人 我就是懒得去想 方程能不能因事分解 我就会直接去套求根公式 公式是万能的 我说特征方程的根维 负B加减根号下 B平方减去4AC 之和X除以2A 那么我说的非时根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如果这个表达是 如果B平方减去4AC 这是个负数的话 那么我下一步就要对一个负数开平方 实际上也就是得到一个虚处 从而这里整一项是负的 这是时部 这是虚部 事实上这两个根 是共恶的对吧 我们可以把时部和虚部写开 我们把根表示为 R等于负B除以2A 加减根号下B平方减去4AC 除以2A 如果B平方减去4AC小于0 根式的结果为虚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先思考一下 这些根是长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来解几个题 我们先回到这里 现在根不再是 像这样两个时数了 我们可以把根写成两个负数 它们互为共恶 用个浅蓝色 貌似很妥 在这种情况下 我写一下 两个负根 也就是负根的情况 这是特征方程的根 应该为 我也不知道 某数设为Lambra的吧 或者设为Mu 帽子这个用的更多一些 我想想一般用什么字母表示 无所谓了 就设为Lambra的吧 所以这个数等于某常数Lambra的 加减某虚数 这里设为Mu 这只是表示某一常数 我不是修纸上 我用这些记号是因为 它们是大多数微分方程的 数理常用的 所以是Mu 这是方程的两个根 这确实是根吧 现在我们有Lambra的加MuI 和Lambra的减去MuI 直方程的两个根 如果B平方减去CAC小于0 现在我们看看 把这两个根 带到通解里会发生什么 就像我们前面去的那样 通解因为 继续用浅蓝色 通解因为 Y等于C1倍的E的 第一个根字密 我们去加了这个吧 即Lambra的加MuI 整个的合成以 X加上C2倍的E的 第二个根字密 也就是Lambra的减去MuI 乘以X 我们看看能不能化减 因为指数上的I 把情况搞得有点混乱 我们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 要么丢掉它 要么化减它 诸如此类 先把X乘进去吧 随时做点代数推导 我尽量多用点劲 我们得到了Y等于C1E的 多少次密呢 Lambra的X 把X乘进去 加上MuXI 加上C2E Lambra的X 减去MuXI 把X分配到两项里去 看看我们能做什么 事实上指数相加 就相当于 这里Y等于C1E Lambra的X 乘以E MuXI 对吧 对吧 同底数的 乘密相乘 等于指数相加 跟这里是一回事 再加C2E Lambra的X 乘以E FuMuXI 现在我们看到 两项都含有E Lambra的X 我们把它提出来 得到Y等于 我来加条华丽的分割线 以免你把柿子 跟球根公式 啥的搞混了 提Y等于 是E Lambra的X 的系列视频 特别是 我在讲 用极数 逼近函数的那一段 我们得出了我心目中的 危机分离最惊人的结果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数学界 当时说的可是玄乎气旋 现在我终于发现这个结果有用武之地 用来解决一个模模糊糊 好像有用的东西 这里我们有两项是若干贝的 E的多少 I字密 我们之前学过了欧拉公式 欧拉公式是什么呢 我用紫色写 是EIθ 或者就写EIX 等于cosX加上I3X 这个式子的神奇之处就是 如果你在这里代入负1 就得到 不不过应该是代入π 得EIπ等于负1 对吧 代入π得三一π等于0 我觉得这个很神奇 你也可以得到 E2Iπ等于1 这个也不错 在一个等式里 你集齐了数学上 全部最基本的数 真奇吧 现在我们回到问题上来 看看实际应用 我们看能不能用它来化解 这实际上是个定义式 这个定义是十分合理的 因为当你对EX 做密集数展开 或者麦克劳林展开 它的展开式就像是 cosX加上I的密集数之合 在此我们按下不说 讲这个可用了我六七个视频 现在我们用这个结果来化解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写成Y等于 ENo.X乘以 先看第一下 C 这是E MUXI 所以欧拉公式里的X 我们放上MUX 总之它等于 I前面整堆东西的语写 即cosX加上I3MUX 然后是C2V的什么 是cosXin-MUX 加上I3MUX 现在看看能不能进一步化解 你可以 先把常数乘进去 我们得到 换个颜色线 好了 时间到 我们下一个视频继续 拜拜